鲜甜嫩美 这这味绝了 经典的川菜家常做 老徐今天请你吃开水白菜 正宗的开水白菜啊 需要用白菜芯 咱家里做只需要用娃娃菜 简单不浪费 首先娃娃菜拿水煮四分钟 煮透了捞出来过凉水 咱把这个白菜的圆汤留着 这个汤又鲜又甜 我教你一个家里边 能做出果宴菜的感觉 拿茧子把这小叶全部给它剪掉了 你看了啊 剪掉所有的叶子留棒 现在就是一朵花了 正宗的开水白菜 需要用到老母鸡 鸭子 猪肉 牛肉 火腿 才能掉出清如白水的高汤 咱家常做 我教您四个鸡蛋 一样可以掉出鲜甜的高汤 鸡蛋顺时针打散 锅烧热 倒入油 油啊稍微多一点 油温啊烧至五成热 下鸡蛋 鸡蛋呀炒得要老 炒好以后啊 咱们把这个鲜甜的白菜汤 趁热冲到里边 大火 你看大火顶完之后 这个汤就叫一个白呀 咱把鸡蛋捞出 汤沥出来以后啊 白菜咱们再给它煮一下 煮的时候呢调点口 只需要少许的盐即可 好两分钟到了 咱们把白菜给它提前捞出来 最后啊汤里放几个枸杞 搭配一下颜色 家庭创意版的开水白菜 咱就做得了 你也不妨跟着学一学 在家试一试